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功非常高强 他平时不用兵器 只是用空手对敌 近身搏击的水准非常高 在江湖上含有敌手 甘凤池天生神力 加上后天的刻苦锻炼 臂力和手镜惊人 可以用手臂夹碎茶杯粗细的竹子 他扎好马步和人拔河 七八个人都拽不过他 而且甘凤池身发敏捷 随机应变 往往能够以巧幸取胜 很多江湖上的高手 都拜在甘凤池手里 因此甘凤池名扬天下 成为著名的江南大侠 甘凤池成名之后 唯一依次打成平手是和一个女子比武 一次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十八九岁的美丽少女来到甘凤池的家 说是久闻甘凤池的大名 想要让女儿和甘凤池比武较量 如果少女胜了 就让甘凤池取消江南大侠的名头 如果甘凤池赢了 就让少女留给甘凤池做小妾 甘凤池见少女若不禁风 楚楚动人 不像是武功高强的样子 就一口答应下来了 约定之后 两人开始比武 少女虽然瘦弱 但是武功很好 身法极为迅速 而且两只秀鞋上面 坠遮锋利的铁片 一旦被踢中就会受伤 因此甘凤池和少女搏斗了很久 也没有取胜 少女趁着甘凤池不注意 飞起左脚踢甘凤池的眼睛 当时甘凤池正和少女搏斗 来不及用手抵挡 就赶紧低头一口咬住少女的秀鞋 少女顿时笑地趴在地上 也不比武了 算是认输了 甘凤池就这样白白得到了一个小妾 其实认真来说 少女的武功未必比甘凤池低 只是女孩娇羞 被咬住秀鞋 才无奈认输 因此甘凤池也算是胜之不武 甘凤池作为一个威名远扬的武林大侠 在江南一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很多意图反清复明的人 希望借助甘凤池的威名 来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 甘凤池虽然没有答应他们 但是也没有断然拒绝 而是让儿子保持合这些反清复明人士的来往 正因为这样 甘凤池父子也成了清政府的重点防御对象 当时的浙江总督李卫 是雍正皇帝的宠臣 为人非常聪明 计谋很多 为了打击反清复明的人士 李卫决定拿甘凤池开刀 杀鸡儆猴 李卫知道甘凤池武艺高强 如果直接带人去捉拿甘凤池 一旦走漏风生 甘凤池负于顽抗 恐怕会造成众多士兵的死伤 而且李卫也没有打算杀掉甘凤池 于是李卫就想了一个法子 李卫先是派人悄悄地 把甘凤池的儿子抓住 然后严刑拷打 甘凤池的儿子熬不住 就招供了反清意识的名单 这时候李卫派兵围住甘凤池的住宅 然后对甘凤池说 你儿子已经被抓住 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你想要和你儿子活命 就不要反抗 否则你们谁也活不了 甘凤池见状 只好束手就擒 从此投靠了李卫 成了朝廷的英犬 据说甘凤池还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 打扮成普通老头 去保卫乾隆皇帝呢 不过在甘凤池的内心 他也是非常内疚的 因此在经过此事之后 甘凤池隐居在家中 天天饮酒消愁 再也不肯过问江湖上的事情 唯恐被人笑话自己投靠了朝廷 在甘凤池八十多岁的时候 甘凤池在家吃煮羊肉 结果吃得太多 脾胃不舒服 一带大侠就这样活活 别撑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